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小企业签署的新冠疫情救助计划将从3月9日开始专门接受员工人数少于20人公司的申请为期14天 官员们表示这个专门的申请窗口是美国小企业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将采取的几个步骤之一 这些行动的目的是改善小企业和少数族裔拥有的企业或位于服务不足的社区的企业享受薪资保护计划福利的机会 PPP向小企业提供和免除的贷款以帮助他们抵御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该项目自去年8月关闭后于今年1月重新开放 PPP贷款由贷款机构发放由美国小企业局提供支持 一位行政官员表示从美东时间周三上午9点开始 雇员少于20人的PPP贷款申请者将可以专门申请3月9号下午5点截止 该计划整体定于3月31号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将继续这个计划 现在我们将继续在这些人 因为很多少女主义的商业 女主义的商业 会增加到20%至15% 女主义 未证明 不知 妖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